而这一起意外呢 救护人员在接获投报之后的四分钟呢 就已经赶到现场附近 只是发生意外的小巷附近都是数万人潮 导致了这个急救队错过失救的黄金时间 那么更多相关资讯我们交给记者李祖和 好南韩离台院的踩踏事件 其实观众朋友知道吗 这个救援的地方跟志发的地点 是距离只有短短的250公尺 可是为什么没能来得及救回他们的性命呢 我们就来看到主要还是有两个因素 首先第一个就是现场的环境 都是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人潮真的是太多了 因为当天其实万圣节 所以很多人是去那边来庆祝万圣节的 那说是有涌入十万人 都挤在这个狭小的巷道之内 所有的综合防灾中心 他们是在晚间的十点十五分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接到很多通的报案了 说有很多人倒地 而且没有了呼吸心跳 那当然了也随即就出动要来救援 也非常的快 在四分钟内就赶抵了现场 问题是他们是被卡在这个巷子口这边 没有办法进去 而且离台院的四个车道都被人海给淹没了 救护车也没有办法开进去 那急救人员怎么办呢 只好徒步的这样走进去 而且现场人非常多非常的吵杂 他们是拿着大声咕不断喊说要大家让开 可是能听到的也有限 所以最后是花了四十分钟才真的进到巷内 那也失去了急救的这个黄金时间 所以也间接的导致了这场意外的死伤是非常惨重 万圣节这起推积的事件也引发讨论 一群在当地游学的学生就认为 意外的发生可能多少和韩国人的文化是有关系的 到底怎么回事再交给左衡 好这个黎泰院的踩踏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那是不是也跟民族性有关系呢 因为很多到这个南韩游学的学生 或者是长期在这边有追星的人都提到这个问题 像是就有网络上台南的在韩国游学生 他就提到说韩国人他们在万圣节 确实就有一个习惯是会到黎泰院来庆祝 所以尤其这一次又因为解封 所以很多人都跑到黎泰院了 当时是涌入了十万人 就像台湾人会跨年去101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他没有一个主要的活动 也没有一个主要的主办单位 那过去当然也发生过推积的意外 只是没有这么严重而已 另外还有南韩游学生也提到说 发生意外可能是不是跟韩国的文化有关系呢 因为韩国很讲究这个尊卑讲诱 所以什么事情都喜欢是一群人聚在一起 反而说如果你拒绝不要去参与的话 变成是不合群的 那这个民族性跟文化就是变成会多解地方 还是得去 又追星族就提到说 他到这个南韩参加一些演唱会 都能感受到说非常会推积 因为呢他们的个性比较强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再加上当天晚上是有很多人 他们是有饮酒的 在情绪高涨的状况之下 这行为上可能更加难以控制 这也凸显出了大型活动 疏散的人潮的动线和分流 是最大的口验 而对此医师也提出了 五大的防事故关键 到底是哪五大继续交给作恒 好面对这样的大型活动 如果不幸发生了类似的关键的话 有什么样我们可以来防范的呢 马街的灾难医学科主任张国颂 他就提到说 对一个活动来讲 最大考验其实就是散场的人潮 以及如何疏散分流 比方说像是我们跨年的时候 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演唱会等等 那么最常发生的 其实就是推挤意外了 地点大家也可以特别来留意一下 因为像是斜坡 就是这次离太院事件 他就是一个斜坡的地方 还有就是下楼处 以及狭窄处 都很容易发生推挤的意外 如果是女性 以及身材比较矮小的人 也要特别当心 因为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更大的 很容易会缺氧 呼吸困难 造成压迫性的窒息 那当然防范有几大要点 比方说像是参与者 当然第一时间 可以先到现场来熟悉动线 这样也比较可以避免被推挤 另外是加强无线的通讯 还有就是现场最好是有 AED技术员来巡逻 以及可能会造成流体效应的时候 也要来防范 还有就是注意现场的通风 还有舞台的承载量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 并开启 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